永龙村麒麟路支线这条产业道路 在近期发生豪雨导致溪水暴涨 而遭大水淹没的情况 造成当地居民通行时的危险 因此也相当担忧 民众张小姐表示 在这边居住多年都不曾有这种情况发生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找出问题 规划工程为地方解决困扰 大概就是这几年 尤其是今年 可能是极端气候的关系 那不知道为什么 之前那个就是道路呢 它那个水的疏散都很容易 可是今年呢 就在不久前呢 就是下雨的时候 它会瞬间暴涨 然后那个野稀就是会整个水 全部闷出来很像土石流 然后整个那个道路就像那个水道一样 很危险 因为真的很希望就是说 那个县政府还有各单位 可以很快帮我们把那个整治好 或者攸关那个性命安全 为改善道路遭大水淹没的问题 县议员许素霞接获成情后 也立即到场会刊 在会刊过后 许议员突然期盼 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紧速编列经费 来规划改善工程外 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 应紧速离开 请勿强行通过 以免造成汗室的发生 对我们这个县政府 在这里做農的这些农民来说 如果落大火的时候 真的是整条我们这个 落楼变成我们这个水膏 所以在生活上 他们也觉得非常危险 在做事的时候 有时候做到一半 落火要回来 水已经太硬了 车要过也觉得非常危险 忙忙我们现在可以 那个调拨经费 尽快把这个道路 它周遭的这些设备 水溝赶快把它做一个完善的话 我相信让水溝大火 在这些红台来 可以确保他们生命 跟人车的一个安全 所以稍微这些 呼吁我们这些社会的农民 我们如果经过 这个比较危险的这些道路 尤其要保障 我们就要紧照 不要强行过去 避免发生危险 议长和尚峰表示 豪雨导致道路遭大水淹没 对地方上造成相当大的危害 期盼县府相关单位 能紧速规划工程改善现况 维护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卢雨凯入股采访报道